各位大家好 歡迎光臨 汽車教室 駕駛教室第二集 好 那 這一集呢 帶各位來到了風光明媚的 這個是 加州的 海岸線 海岸公路 那這檔課 各位示範呢 是一台 這個是最早最早的一個 最原始的生產公司 就是LOTUS 兩話跑車這家公司的 旗下一個很有名的型號 叫做Super 7超級7號 那這個型號的版權 後來被另外一家公司買走 現在是在那個 一家叫Catchman 這家公司的手上 它延續7 延續7號這個名字出的一台 那這個7號 這台呢 很古典的雙座 沒有門的小跑車 那它有個特色 就是在台灣買得到 而且呢可以領牌 可以上路 那有興趣的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部車 實車開起來是非常有樂趣 因為它車頭很長 它整個比重 它為了 在以前這個是做賽車使用的 那它的比重的分配 也是非常的 接近5比5的理想水準 那實車是開起來非常有樂趣 好這題外話 那這種車種呢 它分的類別 叫做 Open Well 就是開放輪 也就是各位看得到的 我的輪胎 是在於我的車體的外面 那 我的駕駛艙的空間呢 這個魚是Open Sit 所以全部都是Open的 這個沒有屋頂 甚至嚴格來講 這個算沒有門 是要跨進去跨出來的 那 這種 的車子 為什麼選用這一台 因為這台有個特點 就是說 我的視野幾乎沒有死角 就一個小小擋風玻璃而已 沒有A柱 沒有B柱 也沒有C柱 整個都是上空的 那為什麼選用這台車 因為這台課呢 要跟各位介紹 所謂的視覺 視野的使用 為什麼要介紹視野 一般人說 不就是視覺嘛 就是眼睛看而已啊 但是其實你如果沒有知道 正確的視覺的使用方式的話 你常常會落入人的自然反應 但是人的自然反應呢 其實說老實話 在運動項目 各種運動項目 尤其是 速度越快的運動項目來講 人的自然反應 其實很多時候 並不是一個恰當的反應 為什麼這麼說 那以最依賴視野 視覺的運動 就是重機 也就是摩托車運動來講的話 其實為什麼 常常 有時候新手 用太快的速度過彎 就彎不過去 那 剛好你是 一路往電線桿 而去 那最終的結果就是 會上電線桿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不知道 視覺的正確使用方式的話 那其實 人的自然反應 會往最危險的地方看 那 你往那邊看的同時呢 你的身體的自然反應 就是會往你的視覺的焦點而去 也就是說 你在危機的時候 一直盯著電線桿看 那 你最終的下場 很有可能就是 真的會上電線桿 好 那我們要怎麼避免這種現象呢 前面講過 人的身體自然會有一種反應 這個是求生的本能 那 會往你的視覺的焦點的地方而去 這是你身體的自然反應 那 所以說 換句話說 你有這點認知的時候 你必須 往前推進 也就是說 在 不管是兩輪或四輪 以這種道路 這種 運動的話來講的話 我的視覺 應該是 看我馬路的最遠 所能夠看到的地方 以現在我們停止的這個例子來講 就是我現在畫面的正中間 這個紅衣服的觀眾 這一點也就是說 我的視覺能夠看到馬路最遠端 目前為止就是這個地方 那所以說 我的視覺的焦點 應該是往這邊看 那其實人的視野 雖然說 醫學上來講 可能最左到最右 可能幾乎有 接近170度 甚至有的人先天好一點的話 左右可以最遠端 接近180度的視野角度 但是其實人 真正能夠看清楚視野 也大概只有你 視野的正中間 大約只有五塊錢大小 五塊銅板 這個小小的點 才是你能夠真正看清楚的地方 好 這個也就是視覺的焦點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要能夠放在我馬路 看到最遠的地方 那我看到最遠的地方的時候 那在我車子所到的 目前的位置 跟我的視覺的焦點 中間常常會相隔一段 很長的距離 好 那這段距離怎麼辦 那其實就靠你的記憶 那也就是說 我一直看到馬路最遠端 能夠看到點的時候呢 那這中間 理論上我已經少過馬路的每一寸空間了 那這中間 離我車子目前所在的這個點 中間的距離 就靠你的記憶 來做填補 那有句話講說 腦袋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我希望大家都要有一個 但是常常 為什麼說三寶 就是開車不帶腦袋 你常常會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後果 那這樣子 講到這邊 各位應該就有個認知了 喔原來開車是一個要 不但是手腳病用 而且你還要動腦 而且還要動眼 也就是說你全身的感官 都必須專注在 開車這件事情上面 確實沒錯 開車確實 就是要這麼全身的投入 所以才說 你開車如果是成為駕駛 你千萬不要 最新的流行 不要抓寶可夢 因為你的視野跟你的思緒 如果都放在一個不正確的地方的時候 你的反應時間會變得非常非常短 也就是說 常常有些新手 比如說現在以視野的這個角度來看 我常常因為緊張 我會盯著我的方向盤 盯著我的儀表板 或者是只看到我車子的前面 一點點的一個路面的地板上 像現在各位就會發現 我的車子佔我的畫面 就是我的視野的範圍的絕大多數 這樣是不正確的 你的反應時間會變得非常非常短 因為人一定是這樣 你看到 然後經過頭腦思考 之後才會下反應 那這個時間會變得非常非常短 所以通常來講 你看到搶來不及距 你就上去了 那正確的方式 比如說我現在看到同一個觀眾的時候 各位就會發現 我的整個視野的範圍內 其實我的車子佔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不會全部 那幾乎都是看天空 因為這部車是open seat 那會全部都是看到我周遭的環境 這才是正確的 因為你這樣的 反應時間才會變得有充分的反應時間 才會夠長 也就是說我從視覺看到 然後在我經過頭腦的消化思考之後 做出我身體的動作 這也就是為什麼視野要常常看到最遠端的 好 那現在我們上路跟各位示範 那一樣記得低堂課吧 要先看一下 這部車沒有左右後視鏡 好 台灣進來的版本 它有加了左右後視鏡 那我們只好靠中央後視鏡 或者是 最原始 最有效 轉頭看 後面沒有車子 好 那現在我們上路 好 好 好 那在這個空洞裡面的加收 的不然動物裡面 就會示範一下視野的使用 好 剛才講的 我是要看毛布的最遠端 好 所以說呢 好 像像 欸你會發現其實我的視覺很長 不是看在車子的前面 好 那像剛才講過 對 那中間的這段距離跟我 就是 視野 跟我車子的點 中間就靠腦袋的記憶來填補 好 所以腦袋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希望大家都要有一點 好 那 這樣子做的好處顯而易見 就是說 你除了可以掌握 充分的 欸我的道路的狀況之外 像是這個 最典型的例子 一個很下坡的 打夾左彎 我才會知道 這個彎原來是一個很大的 下坡打夾左彎 如果說我像新手一樣 一直盯著我車前看 就像這樣子 你可能 到了彎中 才發現 哇這是一個很大的彎 那就是來不及 所以說 要有 正確的視覺使用方式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 講到 視覺的應用 那 像前面講 其實人 先天上的現在是反應 跟我剛才講的 所謂看到馬路座員觀 常常是互相違背 也就是說 如果沒有人告訴你 這件事情 那你只靠自然而然的 先天的反應動作的話 一定是錯誤的 視覺的使用方式 那其實 不管是職業的賽車駕駛 就像F1的冠軍 也是一樣 他的視覺的使用 絕對絕對也是 這個標準的進行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你要有意識的 控制你的視野 而不是讓 你的身體自然反應 帶來你走 也就是說 在新手來講 你必須強迫 有意識的強迫自己 他視野盯著馬路座員觀看 你這樣子 慢慢練習 你才有辦法 有朝一日 變成你的 身體習慣的反應 所以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那也是 很多新手 因為你視野 使用不正確 會造成 如果說你上賽車場的話 你的單圈時間 會變得 沒有人快 所以說 各位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要開始 有意識的 去做練習 因為你沒有意識的情況下 你的視覺的標準 絕對不用看得這麼遠 因為像 從我們剛才出發到現在的例子 其實你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 常常是看 跟車子是完全行進 方向不同的地方 其實你仔細看的話 所以說 你的人先天熱反應 絕對不會有這種 視覺的使用 講了這麼多 還是一樣 希望各位 在 實際上路的時候 可以多加練習 那 這樣子你才會久而久之 慢慢慢慢變成 你真的下意識的習慣動作 那這樣子才是一個正確的 視覺的使用方式 一樣 再跟各位 哇 這個是 車步車好玩的地方 他可以 很輕易的 錯出 四輪花椅的動作 好 那回到正題的話 我就是說 各位要有意識的 使用你的視野 你這樣子 久久之之後 你才會變成一種習慣的動作 那這樣子之後呢 才會讓你 可以 有 充分的時間 可以去做好路 才會知道 你的車子現在應該 排在什麼樣的位置 才會做出最好的路線 那 方向板的角度能夠最小 然後地板就講到的 這樣子呢 我的車速才可以又快又穩 好 那我們這堂課 進行到這邊 哇 好 那 下一堂課呢 再跟各位介紹 其他更進階一點點 但是也是很重要的 操架方式 好 那我們今天這堂課 就到這邊 那 前幾個 各位一定要 多多的 有意識的訓練各位的視野 放在馬路 我們都看到的最有關 這樣子你們 反應時間才會最快 才可以有充分的 反應時間 做出好的決策 好 那我們今天這堂課 上到這邊 跟各位說再見了 下一堂課再見 拜拜